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到的岁末年中 各項公益與關懷活動紛紛出籠 最近相當瘋狂的黃紫嬌也愛心不弱人厚 不但參與公益、廣告配音 甚至把酬勞也捐了出去 希望能幫助到街友和植物人 我在廣播金鐘獎得了一個獎 就是廣播廣告的獎 那個獎就是我配音的一個廣告 然後得獎 所以我的聲音是不小心還跟金鐘獎站到邊 也讓我在去年等於金鐘獎沒有共骨 所以當時他們在邀請我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那我除了發聲之外 還可以做點什麼 那我就在想 我那時候配音這幣告大概是拿多少錢 那我就把那個錢捐出來好了 所以我今天要把那個當時的酬勞 就是大概也不多啦 大概就是這樣 20萬元左右 其實藝人公開講行情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簡單說啦 就是我配一支廣播廣告大概就是這個價錢 然後我想這次我來配這個廣告 不但不收錢還把應該拿的錢捐出來 我想這是一個泡栓營的動作 因為只剩十幾天了 然後還差五成 所以是蠻交集的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而對於自己為公益廣告配音聲音太重益 佼佼也花了一些時間收斂 我自己都被這個廣告感動到 而且它也非常有質感 那當然加上我的聲音之後 應該就更有feel了 不過在配音的時候其實很有趣 因為一般我們都在主持的過程 盡量是比較high一點 可是我一直被他們說 你要再溫柔一點 你的咬字要再溫柔一點 這個舒服一點 我想說對這個是公益活動 要再優雅一點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也是個挑戰 至於今年農曆年有什麼計劃 佼佼則表示 這些年來都在家裡陪狗狗 今年也是一樣 這樣女朋友夢哽如 會不會覺得太冷落啊 我每年農曆過年都是在家陪狗 當狗奴 因為15年前我養狗之後呢 我就捨不得就是在過年放長假了 那一出國的五六天以上都會很想牠 加上我的保母要回南部過年 過年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照顧牠 所以養了牠已經15年多了 每一年的過年都是在台北 伺候我們家的老狗 因為之前有說跨年都沒有時間陪牠 那農曆青年會有機會一起吃飯 會 農曆青年肯定是要跟家人聚個會 雙方的家人就是比較有空嘛 所以過年的時候會相約一下 歲末團圓 黃紫嬌不僅做公益 也跟家人一起過 ETV庆陌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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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